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终于可以用合作社的苹果来做苹果派了 这边看到这是我过去曾经做过的各式各样的苹果派 有的很费工 有的很复杂 但是我在想我要怎么教大家可以在家里不用模子就可以做出来的苹果派呢 打印在影片中哦 这边看到的是我使用的所有材料 不要紧张在影片的最后面都有 比较特别的是我在这里应用了柑橘果酱 我觉得它的味道会更不一样 先来做派皮 奶油切丁 大概就是 也是大概一公分立方体这样 然后它必须是冷藏拿出来硬的状态 因为这样你在做面团的时候你才不会太粘手 同时不会影响派皮的酥脆度 我们不是做面包面团所以你不需要过度的去揉压它 你只要让它有成团然后不沾黏就可以了 这边看到还有一个派皮的小派包就是我会去折面团 你看我会折然后压压再对折再对折 这是在创造派皮的一个多层次感 长一个小时左右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做苹果馅了 我用柠檬来调酸味因为我喜欢吃酸味比较多一点的苹果派 所以我用了一颗柠檬 然后肉桂粉因为我也蛮喜欢肉桂的味道 所以我肉桂粉我也会加多一点 然后有一点盐 苹果切丁的时候呢 一样也是不要超过一公分立方体 这边很特别的一点是我使用的梅子糖浆 我自己做的在我们梅子季节很多的时候 用了梅子糖浆我就没有再用二砂糖了 如果你有华莓果酿你也可以拿出来用 因为这样可以让你的苹果派的内馅呢 它的层次口感是更多元的 我切了小块奶油 然后再把我们刚才拌好的苹果馅下去炒 你记得在这当中你都可以去调整你自己想要的味道 你要酸一点要甜一点都可以 然后大概中火慢炖约20分钟 然后我有刨一点点的柠檬皮屑在上面 煮到汤汁尽量收干 然后你看你的苹果丁呢都已经熟透了 你也可以去试那个味道再去调整 煮完之后呢就把它让它放凉 这时候你就可以来整形你的派皮了 派皮我先做一个大的长方形 然后大的长方形再画小的长方形 尺寸比例我都有写出来了 然后在这时候呢抹上我们的柑橘果酱 我真的觉得柑橘果酱真的营造出不一样的苹果派的味道 用柑橘果酱非常棒 这个千万不要漏掉 然后看到我做这个苹果派呢 我有先画三条线 然后再把苹果线放在另外一边再对折过来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大家在整形的过程比较不会容易失败的 看到了吗 很像麦当劳的苹果派吧 小朋友看到应该都会很开心 然后蛋黄加牛奶 然后抹上派皮上面就可以烤得出来的时候 它的颜色就会很漂亮 这边都是配方表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抄起来 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音乐 这是法国作曲家卡米尔圣商动物狂欢节 它有14首小品当中的第13首天鹅 一开头我们听到了竖琴的声音 然后还有大提琴独咒带出天鹅的旋律 这一首是圣商在世史唯一愿意公开的曲子 它的旋律非常的动人优美 介绍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